山崇去民生里 一名就读高职的梁姓女学生 因为父母接连离世 无力练脏 生活也陷入困境 民生里长陈海顺获之后 积极投入协助 除了募款协助办理后事 也把结余的两万元善款捐赠给他 希望能帮助女同学渡过难关 梁先生她是过世的时候 就是她的妹妹只有16岁 她就来找里长说要怎么处理 后来我就帮她募款 募款然后那个散落全部的款项 有多出了差不多两万块 我们借这个机会来给她一个安家会 山崇去公所接获里长通报后 也积极揭入关怀 除了资赠一万元的救助慰问金 后续也将协助梁同学 申请低收补助及相关的社会福利 这位同学 那我们后续会 这个公所会来协助她 申办这个低收入户 因为毕竟她还是在就学阶段 那来协助她有关各方面的一些 生活方面的一个补助等等 那我想我们会做好 辅导她的立场 协助她来申请这样的相关的一个作业 虽然梁同学家中遭逢变故 但她仍乐观坚强 目前她和姐姐在外租屋生活 并利用客余时间打零工维系佳祭 相信在各界的爱心协助下 她能走出困境 并完成学业 记者伦宏采访报导